哈囉,大家好,我是路哥 那我們今天一樣要來看這個 三寶名產系列,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找的影片呢 一樣是由小姑朋友提供給我們 對,那就廢話不多說吧好不好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這個三寶系列 因為我發現 大家好像對這個三寶滿有興趣的 OK,那我們就直接來吧 進入正片 一天的活力呢,從闖紅燈開始了 噢噢 那一台車闖紅燈警察馬上就來了 然後這個回轉 噢噢噢 這個直接一個奪命大迴轉 看都不看來,然後就變得一個很奇怪 What the fuck 他直接往人心到奇異位對不對 噢 噢 衝衝衝衝衝衝 然後這個阿伯怎麼樣 不是,正常來講你應該也是要 如果你要這樣直接彎的話 你也是騎在最左邊 最靠近中線 然後方向針打好 確定對象沒有來車 然後確定周遭的一切都是安全在彎 這個直接先偏右 然後直接尬去左邊 哇,人才,這真的是人才 呱... 對象頂頂籠喔 就直接,出列的那種感覺 你看 也是這種阿伯好不好 哇,這個貨車硬要鑽 distant 這這這 這個 這齊野航的歌 喔喔這阿伯 喔這阿伯還吃人耶 這個外送人應該傻眼喔 蛤 喔這阿姨還很 靦腆的笑了一下 這阿伯 這阿伯應該傻眼 是說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店家應該是齊野樓應該要清空吧 齊野樓是要讓行人走 我自己覺得如果這個要有解的話 也不能 我覺得也不全然是這個貨車的錯 因為這個貨車 雖然說他停在人行道上 但是 這個路口就這樣嘛 他畢竟要卸貨 好吧 對 這是我的個人見解 大家 要不要騎樓全部提滿摩托車 行人更沒有辦法走 欸我發現這些很多都是高雄耶 這有去一個機會就有辦法的紀錄 好了 阿這台車是三小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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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全部人都這樣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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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等一下 剛剛那台汽車給人家逆響 喔唷 喔唷 懂 這已經是回到家門口了 你看 蛤 怎麼還有行人衝出來 啊 這怎樣 我跟你講 這個小弟弟齁 他一定是打樓打到一半 你知道嗎 被媽媽叫出來刀垃圾 他用衝的 一定是這樣啊 唉唷 還可以隔壁 還可以隔壁 蛤 蛤 這個人太狠了吧 這阿伯 這開車的 開大貨車的超狠 他這不知道閃閃小 突然發現走錯邊啊 你知道嗎 喔 停車場 然後呢 喔黑暗喔喔喔喔喔喔喔! 蹬! 發了發? 喔唷! 一次擊落兩台 然後呢 他直接回轉落趕了 喔沒有沒有沒有 我想說他要直接回轉落跑了 阿伯 阿伯不要逆向 闖紅燈喔 那種蟲 蟲巷子衝出來 這哪招 各種逆向 下雨天喔 不是我覺得 這已經是開錯 我跟你講各位 騎摩托車上你不要覺得你綠燈 就直接衝就不會有事 好不好 你要注意的是 那一些會闖紅燈的人 你知道嗎或是一些突然迴轉 有的莫名其妙的 這是防不勝防阿 這阿姨直接 彎過來對向了 這他媽在滑手機是不是阿 這他媽在滑手機是不是阿 喔他撞到一台曼爐 哇靠 喔喔喔喔 跳狗爛欸 喔帥喔 鬼子回轉 鬼子開單 回轉了馬哥遇到警察也是 也是沒誰阿可憐阿 等一下我怎麼覺得 這個車主的燈好像有點亮 這邊怎樣 藏了一 喔呦 藏了一隻照相機阿 欸這些人都闖紅燈了 天阿 歡迎那個水上樂園 OK下雨天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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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各位,我跟你們講,真的,在雨天行駛啊,真的要特別小心 我之前就有一次在雨天的時候,我剛好要上武嶺,然後他說下雨 有一個彎,我就直接車子就直接失控大滑,你知道嗎? 如果是騎摩托有沒有,你如果速度太快的話 你剛好經過一個積水處,你的撞到水嘛 那一攤積水你就會瞬間有一個阻力 那你車子會感覺像是突然間頓了一下 那雨天又很有可能會因為這樣子而倒車啊什麼的 所以說下雨天大家真的是小心騎就好 就是慢慢騎小心騎,真的是不要太快啊 它那個雨衣遮住的視線啊,你知道嗎? 然後還有像那種橋,橋墩的那種伸縮縫 你知道嗎?下雨天的時候,你在轉彎的時候過那個是 你不能壓車,我絕對不能壓,你很有可能就會直接 車子就這樣騎出去啊,你就順順的彎就好了,真的 啊怎麼有開到對象的問題啊? 蛤? 哼 載玻璃的車 喔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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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了發? 阿伯! 他這樣子紅燈左轉過去,他甚至連往右去看有沒有車都沒有耶 天啊,這阿伯是個人孩啊 啊?這邊是怎樣? 啊這個人的形式記錄器怎麼是歪的? 啊?這邊到底是怎樣啊? 大型的報廢汽車廠是不是? 這我家附近 呵呵呵,花了發? 蛤? 這哪招啊這台車? 這台車是 幫他陸他家開的是不是? 這絕對是媽的三寶 三寶的天花板 腦殘 這人在幹嘛? 好啊各位,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帶來的三寶日常 我覺得很多人真的是 活在這個世界裡面,你知道嗎? 就是你在路上行駛啊 真的可以看到各種星星色色,莫名其妙 到處亂,就是整個就是一直亂騎車那些人 所以說我覺得大家真的是 還是老話一句啊 防人之心不可無啊,好不好? 你不要覺得你自己沒有違規 就代表著,其他人不會違規 那今天的這個三寶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好不好? 那期待我下一部影片啊 謝謝各位,掰掰 謝謝各位,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